今次最主要是去若旦 去到以色列后先去阿法老城 然后即日转机去安晚机场 那一晚住在死海酒店 睡醒玩完死海就过去安晚 我们就会在Rainbow Street的Hostel住一晚 第二天就去两个安晚的景点 之后就搭车去佩特拉 在佩特拉住一晚 第二天睡醒就开始去走古城 走完古城我就会和我朋友分道扬镳 我就自己搭车去Aquabat 在若旦的关口走回去以色列 然后再搭内陆机回特拉维 然后就回香港了 上机前当然要去Lounge吃东西 由香港出发 大概13个小时就去到以色列 入境的时候 他们不会吸引仔在passport里 活给你一张纸 千万不要不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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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 我们到了以色列了 yes 有6个小时的转机时间 我们就决定去阿法老城 参观一下 搭机铁一个站 然后转巴士 大概9个字就到 比较特别的是 这里有12星座街 你可以慢慢探索一下 找属于你的星座 我自己就找不到12个了 如果你们来到有时间 都可以试试找 然后我们就回机场 准备去约旦 我们用了Priority Pass 进了贵宾室 吃点东西 食物都不适合亚洲人的口味 大概20分钟就到约旦 以色列的离影手组很复杂 搞了3个小时 所以大家都要早点到 嘟 嘟 眨眼到了约旦 yes 出了机场之后 我们看到个 机场巴士站 3.3JD一个人 多谢镜头前面 这个热心的以色列大哥 教我们搭这辆车 我们等等就在Seven Circle下车 之后再搭的士去酒店 今次我们选了Mariot的酒店 每个人560多元一晚 酒店免费升约了我们一个约旦 所以我们两个人住两张 聊了一张席 然后走到后面有个露台仔 除了可以看到泳池之外 还可以看到死海和对面的以色列 酒店还有SPA 这个服务 男女共用的设施 有泳池、按摩池和盐水泳池 男女分开的设施 有JACUCHI和桑拿 里面有Locker 厕所 浴室 有毛巾和水 可以任用的 而我们都包了吃 做餐铺飞 可以吃到饱饱 才去死海玩 外面有几个泳池 其中一个是Infinity pool 因为当时的天气都不是暖 所以其实没什么人会下水油 我们选择这间酒店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包了死海 那就不用出去和人逼了 浅水的地方有很多小石 踩上去都要小心点 酒店也会免费提供鞋、水、木巾等等 有些死海泥沙 放在旁边 给住客人任用 那我就塗了全身 我觉得浮在死海这个体验 一生人 大家都要去试一次 酒店也有免费接送的服务 你可以选择由酒店走到海里 或者乘坐这辆车 大概15分钟就有一辆 我们刚才是走下去的 上来就乘坐车 然后我们就试回安晚了 我们就选择了一间 比较近Rainbow Street的Hostel 晚上这条街都很热闹 好像走着花园街 沿路都有很多买衣 手信 香水 食物等等的店 我们就选择了一间餐厅去吃晚餐 我们除开每个人都叫了五十多元也挺划算的 第二天睡醒 我们就去了安晚的罗马广场 在Hostel走过去大概15分钟就到了 我们没有买到Jordan Pass 入场券就是2JD 即港元20元左右 广场的两边都有个小小的博物馆 可以进去逛逛 当地还有一些虐弹的女孩找我和我拍照 可能没见过我这些三面 第二站的景点呢 我们就上山去了安晚城堡 大概走了15分钟左右就到了 价钱是3JD 即是三十多元港元 这里也有很多东西走 除了这些超巨大的罗马石柱 还有些清真寺和皇宫的遗迹等等 上到去还可以俯瞰整个安晚市中心的全景 也挺漂亮的 每天早上6点半 安晚都会有一辆巴士去佩特拉 三个多钟就到 时间关系 我们就选择了一辆的士 每个人400多元 在酒店睡了一晚 我们早上就出发 准备去行古城 沿路就看到这个 I love Petra 的标志 这里就是佩特拉古城的入口 首先我们就去售票处买票 每天就是50元JD 即大概500多元港元 然后就去Visitor Center 搭乘过免费的chotobus 去Lit-to-Petra 它等齐人才会出车 大概20分钟就到 这边就像迷你版的佩特拉 我们的行山路线 就是打算去Lit-to-Petra 走去收道院 然后一直一直走回去入口 大概6个小时就完成了 我们这样走的好处 除了可以看完所有景点 还可以不用走远往路 因为它唯一的出口就是在入口 大部分的游客都会选择半日游 就是由入口走到佩特拉古殿 再走回去入口走的 Lit-to-Petra 走去收道院 要过半小时 我们就选了给5JD 搭越野车 就搭20分钟再走 9个字就会去收道院了 我自己就觉得这50多元港币 就给得很划算 因为全程的路都没有遮掩 然后其实都没有什么指示牌 告诉你究竟要怎么走 如果自己走的话 会很容易阻塞路 下车之后再走9个字就去收道院了 然后再走一个厨师 让我们收到大红币 远路都容易走很多 很多平地呀 楼梯 原來也有駱駝、馬仔、爐仔可以給錢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給了一些錢 給當地人帶我們走上山 在上面拍下來拍的網紅照 它有一個矮一點和高一點的地方 我們就去了一個高一點的 其實爬上去也有點危險 大家也要注意安全 拍照我們就由客戶走回去入口走人 沛特拉去Aquabat每天都只有一輛巴士 我會在Aquabat過境回以色列 我朋友就繼續留在約旦玩 約旦的旅遊網頁就說關口關9點 所以我一下巴士就馬上乘的士過去了 兩個國家我都沒有給任何離境稅 自己就覺得約旦那邊的海關都很Nice 他們還叫我拍個門口 跟我說Bye Bye 反而以色列那邊就會問得比較多問題 還有沒有拍照 那晚只有我一個要過關 所以大概半個小時就完成了 在Aquabat睡了一晚 第二天就乘來陸機回特拉維夫 飛行時間45分鐘 沒有派餐服務 然後我看到前面有個armrest斷了 這樣也飛得了嗎 好啦好啦 最後就去到特拉維夫機場 飛回香港 完結了今次的五日四夜 以色列加約旦之旅 希望你們可以like和subscribe這條影片 有機會的話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